中国抗战军营在抗日促进会 今年推举了孙雅夫、罗黄、陈启天、蔡培伙等人组成了主席团 全体人员首先起立为抗战牺牲的军民默哀 立法委员胡秋元接着做专题报告 分析日本政府将派各使到我国访问的目的、用意和厉害关系 与会人士并且讨论了抗日讨牢十项主张 包括了出席政府必须实施再抗战种动员 抵抗日北新勾结的侵略档案